继续单元2,第六节讲这个折旧 什么叫折旧呢?其实很简单的 譬如你买一部电话回来,用几年后你想trade trade的时候价钱一定是跌了,因为你用过去残了 这个跌钱的过程其实就是叫折旧 讲两条息,什么叫折旧呢? 折旧就是原本的价值,减回新的价值 因为按理论上,你用得久,之后价值一定是低一点的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收藏古董,什么红酒放久一点 不是那些,是一些消耗品 所以原值减薪值就是折旧跌了多少钱? 折旧率就是把银码用百分数表示 跌了的钱在原本价值里占多少百分比? OK,两条息 折旧有两款,第一款叫直线折旧 其实我之前都没听过,他这样说你就跟着学 直线折旧的意思就是每次折旧的金额都相同 它是用金额来计算的 例如看个例子,他就说现在这部手机 4星手机就是5,588元 他就说每半年就跌650元 那两年后他值多少钱? 这样很简单,对不对? 现在是5588元 那每半年就跌650元 2年后跌了多少次? 2年后应该是跌了4次 所以你会减4.650元 按摩 按摩 2年后的价值就是2988元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叫直线折旧 每一次跌的金额都一样 再下来 下面是一个超级跑车出厂之后每年的价值 你看到它也是一个直线折旧 你可以自己计一计 它每年跌的金额应该都是35万 如何计算? 原值减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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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减完都是35万 但是折旧率会有不同的 因为原值会不断变 譬如 0去1的时候 折旧率就是35万 不如我写出来怎么计算 折旧 2340000-19900 算它跌了多少 除去原本的数值 2340000 乘100% 变回百分数 按摩 按摩 如果你想一次过按摩 括住份子 括住份母 按摩 100停 我先按摩 按摩 按摩 大概按摩 14.95726496% 都是那句了 视乎题目有没有要求 或者你份卷有没有写到明 你拿两位小数也好 三位有效数也好 自己决定 好 然后第一年去第二年的话 折旧率有多少呢 照计 第一年是1990000 减回第二年的新值 1640000 超过1990000 超过1990000 乘100% 按摩 按摩方法和上面一模一样 我不特别多说 我直接按摩 我直接按摩 按摩 17.58797 多多多% OK 再下来 第二年去第三年的折旧率 同样做法 原值是1640000 减回新的值 129000 Over 原值1640000 乘100% 按摩 按摩 21.34146341% OK 你又计到每年的折旧率 就算你折旧的金额一样 是一个直线折旧 但是折旧率也会变化 因为你原本做底的原值是继续改变的 OK 所以你要分开三次去计算 分开三次去计算 这个就是直线折旧 下一条片讲完另一款 OK OK 行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